國中教育會考已經結束 但是今年因為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還有進行核酸檢測 還沒有結果 需要參加補考的考生 有一百八十二人 原本預定五月二十九號 三十號補考 教育部下午宣布 為了使絕大部分的考生 可以應試補考 還有大陸考場的考試 都延後一週到六月五號 六月六號 最部表示 除了參加補考的考生 以及外加名額處理 已經確診無法參加補考的 四名考生 將會以專案協助後續入學 至於所有考生的成績單 會統一在六月十一號計法